回到關心指揮中心 指揮官王必勝 昨天公布了專家的背景 被外見的形容是為了護航前 指揮官陳時中不惜打臉自己嗎 莊仁祥在今天說了 這是為了證明真的有請專家 昨天會公布這些 專家的背景 主要是 有人 有一個聲音就是說 以為就是說這個 專家根本沒有這個專家存在 那都是由衛生部自己開會 然後自己 自己去決定 所以 指揮官他才會釋出就是有關 這15位專家的背景 就是主要還是讓 大家來知道說 我們的確是 找了這些專家也都是從 我們國內所趨職的一些醫療單位 或學術機構裡面 請來的一些專家來做這樣的一個 這個 評審 有關 這個 疾管署在做這個疫苗報告 那有關利用真實世界的資料 來產生 這個各個廠牌的疫苗的一個 保護效力的一個證據 這在世界各國都是 都有在做類似這方面的一個工作 那這次事實上 也一直在跟對外界說明 那我們一開始其實 就有對對外說明這個 通過的時候有審查三項資料 第一項是有關高端公司的報告 還有某臨床單位的資料庫數據分析 跟疾管署的大數據的一個資料庫的統計分析 那至於說 新藥的審查的過程 那事實上也除了這個申請 公司的報告之外 那這個幕僚單位他們通常也會準備文獻 數據還有各國比較的這些資料 那供專家在這個評判時來列入參考 所以這個部分並沒有任何一個 所謂的疾管署來做這個月球帶跑的一個問題 11月26號舉行九合一大選指揮中心定案了 確診者不能出門投票問大家 你覺得確診者應該有權力去投票的加1 但你覺得說確診者還是待在家裡隔離的加2 好看大家的想法 莊仁翔就表示了 確診的時間在11月23號那個禮拜的話 依照5加N方案處理就是不能去投票 要是要去的話會罰20到100萬元 接下來科普一下這個水神呢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會還原成水喔 不會感染也不會影響到你的皮膚 所以小朋友孕婦也適用 萬萬水神呢不傷人體適合長時間多頻率的使用 如果不夠用的話呢可以乾脆把這個生成機 買回家自己來使用